眼前这名老人名叫罗塞拉·阿奎南蒂 今年63岁 他已经在这座与世隔绝的荒村里 独自居住了40年 这个沿着山腰县蜿蜒而建的村子 名叫Pentidetino 是位于意大利南部 卡纳布尼亚大区内 村子里没有商店 没有人烟 满目参移的建筑 让人仿佛是来到了世界末日般的场景 人们早在50年前 就已经全部离开了这里 留下这座被时间遗忘的村子 向人们诉说凄凉的落幕 1983年 阿奎南蒂带着一个行李箱 来到这座村子 以每个月10欧元的价格 向当地村民组了一间小屋 他在这里采摘野菜 与山川为伴 却没想到这一住就是40年 Pentidetino 是一块由石灰岩形成的悬崖村落 因其高耸的伤头 像是五根人类的手指而得名 伤体的高度落差达到了250米 在意大利没有被统一以前 这里曾是一个独立的小王国 他们在村里修建了教堂 还有数十栋中世纪流传下来的欧式古建筑 受到亚欧板块和非洲板块的挤压效应 当地的地壳活动十分频繁 大约每隔四年 就会发生一次五级以上的地震 每十年发生一次六级以上的强震 导致这里的房屋 遭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天花板和地基到处塌陷 全村也没有一条像样的道路 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 让意大利政府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 就将该村定义为不再适宜人类居住 并且疏伤了所有村民 将它列为保护区分闭了起来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荒芜 有危险的村子 却迎来了一位外地居民 阿奎南帝出生于1960年 意大利中部的维泰博省 曾是一名农村游地员 原本他以为自己的生活 会和很多人一样 找一个稳定的工作 结婚生子 然后简单地过完这一生 但偏偏事与愿违 阿奎南帝发现他的人生 根本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中 1983年 阿奎南帝失去了竹木 也首次体会到人生的离别苦 他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 到底是为了什么而活着 为了找到答案 阿奎南帝拿起行李 想到外面的世界看一看 当他来到这座村子时 村子已经荒废了十年 到处残庄败瓦 破败不堪 没有一个人居住 阿奎南帝独自在这里居住了一个星期 发现自己的内心 得到前所未有的平静与满足 这里与世无争 也没有人可以和他争 这样 阿奎南帝可以有大把的时间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精神状态也变得越来越好 刚开始 他以每月十欧元的价格 向当地村民租了一间简陋的房屋 屋内没有卫生间 没有自来水也没有门锁 每每到了夜里 阿奎南帝要用绳子将门锁上 在北风凌冽的黑暗中 抱着斧头露水 在这座村子里 有很多过去村民留下的橄榄树 他通过收集树上的橄榄 还有饲养小动物为生 到1988年 阿奎南帝就用正道的钱 在村子里购买了一栋三层楼高 有院子 带露台的大房子 尽管这栋房屋曾经在地震中 被震得千疮百孔 但在阿奎南的精心修丧下 把小屋打理得干净有序 生活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好 大约在三年前 意大利难民营给阿奎南帝 介绍了一个从西非马里共和国 逃乱到意大利的难民马卡 他的工作是到阿奎南帝的家里 帮忙干些家务 这名男子因为家乡的战乱 在三年前逃到意大利 当时他不会当地的语言 也无法从事需要与外界沟通的工作 阿奎南帝见这位小伙非常聪明 便收留了他 每个月给他300欧元的工资 还亲自教授他意大利语 希望这名小伙的未来 可以像个正常人一样 过上他想要的生活 而对于阿奎南帝 有了马卡的帮助 这名60多岁的老人 也有了继续在欢村里 生活下去的勇气 在这里居住的近半个世纪里 每当有人到访 总有人问起 老人是如何在这样 孤苦无依的地方 独自生活了几十年 老人从来没有正面的回答 但就如同新来的小伙马卡一样 若不是他们过去的生活太苦 太难 又有谁会想来到这样的地方生活呢 如今 他们在这座被人类遗忘的地方 重新找到家的方向 他们在这相依为命 患难与共 用辛勤的汗水 收获幸福的果实 这座参量的荒野 就是他们最美的家园 感谢您的一个小伙马卡一样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